各位大家好 关于马英九到中国访问这件事情 我不想多参与 全台湾已经把这个事情讨论得沸沸扬 我是从一个观点去看 马英九 中共给他的称呼了从前总统 到马先生 到最后是用马英九三个字 这个是 以马英九这么要面子的人 要尊严的人 他能接受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这就是马英九自我的阉割 因为他面对他的祖国 祖国妈妈的怀抱他什么都可以吐息 但是这个是让 国民党的选情更加雪上加霜的事情 马英九他好像也不在乎 所以说这个表示什么 第一 表示马英九是个极度自私的人 他只在乎他自己的历史定位 第二 马英九受到的压力有多大 他的中共母亲对他的压力有多大 让他所有东西全部 都要妥协 好 这个妥协其实说真心话 在洪杜拉斯跟我们断交的当下 蔡英文要叫美国访问的当下 在习近平到俄罗斯去访问的当下 他做了这件事情 其实象征意义是比较大的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他有什么实际意义 他在台湾就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 但是前总统这个身份还是在的 所以中共 运用的这些所谓的大外宣 他会大加报道 马英九 放弃了所有的尊严 包括国民党的选情 他都不在乎 要么就是个极度自私的人 要么就是中共给的压力真的 大到什么程度 你就可以想象了 而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我觉得 台湾 就看戏吧 他到中国 台湾人呛他 他在机场的时候台湾很多团体呛他 各位 我们台湾是一个有高水平的国家 我们都不好意思骂他是要犯党 要犯党是中共叫出来的 我们都还不好意思这样做 但中共给他呛成这样 台湾人呛他 中共的所有微博上的 网上 没有一条是 基本上没有一条是支持这个的 没有一条是认同马英九 全部都是骂他什么 咬犯党 乞丐党 这种这种话马英九吞得下去 但他还是吞下去了 所以这个这个当中 背后的因素才是我们要去讨论的 是我们要讨论的 不过马英九现在这次真的是 法治基金 真的掉到粪坑里面 我一直说中国就是个粪坑 你马家 在台湾 吃台湾米 台湾水长大了 甚至让你当到台湾总统 结果你自己 林老还要入花丛 林老了还要回到粪坑里面去 过过水 真的是 不堪 太不堪了 太不堪了 但凡你有一点 尊严的人就受不了这件事情 但是马英九承受下来 不值得一提 我们只是把它当一个花絮 当个笑话讲 中国经济到底有多差 我刚刚收到一封信 说中共官方准备用官方的 身份到越南去谈投资 他们要用国家的那个 国家的立场去越南 圈地 盖工业区 让中国的产业到越南去 这个就很好玩 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 大新闻 中共已经知道 它留不住了 它的传统产业 它已经留不住了 与其让中国的产业 零零星星的到越南去 不如我用中国官方的身份 去谈这个投资案 也许中国去那边搞一个投工业园 像中国 在中国到处都有工业园区 他想用这一套弄到越南去 然后至少他还可以收收租金 什么的 但是这是一个中国 认输了 已经认输了 他知道这个 企业外移 他已经 倒不住了 这个消息很重要 很重要 比如我们谈什么 外资撤离 什么 台资撤离 更严重 因为他本土企业撤离 其实我们 一直都谈过了 本土企业撤离得很严重 越南 越南 中资的企业 非常非常多 这个我一直都知道 但是中国用官方的身份来做这件事情 我认为这个是更大的一个台面化了 反正我中国已经两手一摊 我没办法了 没办法了 企业要外移 什么办法 外资台资 入资都要走了 那我这当中一些还可以拉回笔 这个 这个就是说 中国 经济 坍塌的一个最好的证据 最好证据 今天不是主要不是讲这个 今天主要 我想主要谈一下 就是说 我们之前有谈过说 我们要做一个 反抖音的游戏 美国的听证会这么大 大张提旗鼓要进抖音 但是我们台湾政府到今天没有动作 没有动作 我们是不是民间来发起 民间来发起这件事情 我有一个 前置作业 我想 想做一个线下的聚会 线下的聚会 那我就希望说 如果 对这件事情 有 有 兴趣 而且愿意大力支持 的人 你先报名 先报名的话 先报名的话 在我的 在我的LINE上 你先交我LINE 然后来报名 我要先看看有多少人 人多的话 我们就要做 借大一点的场合 人小的话 可能就找一个 小茶馆或是什么都可以 所以首先 我必须要 必须要您的 您的报名 场地应该都是在台中市 台中市 不会 不会跑出台中市以外 台中市市区这些地方 如果你愿意的话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希望你能先报名 让我能够安排 安排这个行程 我的LINE是 我会在 在上面会打 我的LINE是 A 0932508994 小写的A 小写的A 0932508994 这是我的LINE 如果人数 够多的话 这个事情我们会这样走向 我们先做一个线下聚会 然后讨论怎么做 如果人数少的话 这个聚会可能就 做不了 总不能说我们去办个游行 三五个人 那也没意义 所以我们先做个线下的聚会 今天主要就是谈这个事 需要大家共襄盛举 这个事情我这两天有好多朋友私聊我 他们都是忧心忧忧的台派 台派是忧心忧忧的 1126把这些台派打怕了 心里有很大的恐慌 然后他们也认为蔡英文很多事没做 司法改革没有做 因为司法还是被国民党 掌控 蔡英文今天手都伸不进司法 我们不是说要去干预司法 但是很多事情 比如说匪谍的判决 也实在是太方腔走板 这个都是要从司法改革上去做的 期待 赖金德上台能够更强硬的做一些事情 那我们要把我们的力量集结起来 把力量集结起来 把声音集中起来 才能产生力量 才能产生力量 到时候如果我们的 团队做大了 我也希望去影响立法委员 甚至影响总统的决策 这个都是我们台派人要做的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人家是铺天盖地的在超限战 我们 基本上好像没有反抗之力 我之前觉得说 126中共的超限战 蔡英文总统如果以官方 总统股发言人或者是行政院发言人的身份出来 驳斥这些超限战什么什么 台积电是美积电啊 美国要把台湾推上战场 美国让台湾打向战 这些东西 其实都很好反驳 我们只是没有声量 反驳不出去 其实 我说蔡英文 用总统股发言人 或者是苏贞昌 当时用 行政院发言人出来驳斥 密集的驳斥 不是少数的驳斥 密集的去驳斥 今天126都不会说那么惨 但是他没做你怎么办呢 所以我对他们的执政我也有意见 我有意见 我虽然是台派的 我不是说台派的 民进党做什么 就包容你 我是要监督你民进党 我们是要监督民进党台派 因为我说过我们要建设一个高度文明的台湾国 这是我们的 未来的期许 但是需要各位共襄盛举 需要各位共襄盛举 首先我们先 做一个 那个反抖音游行之前的聚会 需要各位的报名 今天就主要就讲这个 时间很短 很短 然后呢也把我们的 意愿表达出来 希望各位共襄盛举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